现在月季开始长非常多的嫩芽嫩芝 但是有花也反映自己的月季 它的嫩芝出现了干枝干枯伪粘的情况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主要有两种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感染了虫害 这种虫害主要是进风 进风它会啃食嫩芝 导致嫩芝它的这个中心被啃食 然后这个枝叶就会因为养分无法供应上去 而出现这个干枯伪粘的现象 如果出现进风呢 我们最好就是用一些小黄板 或者是用一些杀虫剂来给它页面喷湿 当然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预防这个虫害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在花盆里面 撒上小白药敷虫胺 两个月撒一次能够有效防治多种害虫 进风剂马牙虫 这颗虫都可以进行有效防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伤根了 而伤根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浇水过多 导致积水难根 或者是施肥过聋 导致产生肥害 也有可能是因为给它喷湿杀菌杀虫药的时候 没有把握好浓度和次数导致产生要害 如果是因为积水难根就要及时盆土控水 如果是肥害要赶紧大量冲水 将盆土里面多余的肥液冲洗掉 在现在春季养月季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的嫩枝嫩芽 让这些枝叶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之后才可以正常的风化花芽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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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